習近平也擔心中國瓦格納叛變 中國其實有三大的 類似瓦格納的傭兵公司 華信中安 中國華衛保安 跟德威保安這三大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也很擔心 這些保安公司的老闆 也擔心習近平擔心 所以這個董事長很好笑 董事長有一次公開說 黨組織是我們企業的血脈 黨員是我們血液的細胞 然後我們要讓黨來滋養 我們的骨幹 拍馬屁可以把這個骨幹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手上是有武力的 再來習近平講說 你手上是八千個人的軍隊 我當然要防著你 所以習近平現在看瓦格納叛變 這些人倒大煤了 瓦格納兵變之後 習近平沒想到這個 發現說他手上的這個 也有傭兵 那他對傭兵的掌控力如何呢 他這個還要用法律規定 國家來好的掌控 這些傭兵 對習近平也擔心 中國瓦格納叛變 中國其實有三大的 類似瓦格納的傭兵公司 華信中安 中國華衛保安 跟德威保安 這三大 這三大其實有調查過 如果這三大公司 國內大概40%是退役軍人 就國內譬如說國內安保等等 可是如果海外任務的話 百分之百是退役的武警或特種部隊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也很擔心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這些保安公司 譬如說華信中安 因為習近平會擔心 這些保安公司的老闆 也擔心習近平擔心 你懂為什麼 我要讓習近平放心 我放心我才可以賺錢 所以這個董事長很好笑 董事長有一次公開說 黨組織是我們企業的血脈 黨員是我們血液的細胞 然後我們要讓黨來滋養我們的骨幹 拍馬屁可以把這個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手上是有武力的 你仔細看 我們先給大家看兩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給大家看這個海盜 就是說這些人 這個保安公司是有執行 類似於武裝衝突 這個是亞丁灣的索馬利亞海盜 就是說應該說全世界的航道裡面 三大海域都有海盜 第一個是亞丁灣的索馬利亞海盜 最有名 第二是西非海域的海盜 再來是馬六甲海盜 這三個地方就是說 你只要行進到當地的 就是海盜區 進入到海盜區的時候 你知道嗎 非常可怕的事情是 他只有SOP 第一個所有輪船 尤其是譬如說你是貨輪 你這貨輪如果蠻窄的話 其實他距離 他如果不夠高的話 距離海面五六公尺而已 爬得上來的 所以你看他們看到遠方 有這個海盜的時候 他們會開始第一件事情 先弄那個鐵網 帶刺的鐵網 漏在旁邊 然後帶刺鐵網之後 床外樓梯都要 然後他會擺假人 因為其實遠遠的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他會擺假人有用 真的會嚇到 就密密麻將的 敢拿槍什麼東西 然後接著的船員 就是這船 他們會進入到安全艙 因為海盜 要人也要禍 禍難完 叫你輸 所以要進安全艙 然後這時候就要派這個 這個國際保鏢 或是說這些 我們剛才華信中安等等的 出去火拼 火拼成功的話 海盜就會被嚇走 那火拼失敗的人就投降 投降 所以像這個業務也很需要 另外的畫面是一帶一路 中國人在一帶一路太臭了 一帶一路就吃乾麻禁嘛 所以中國人去一帶一路的國家 很容易被揍 很容易被揍之後 你看這就是被攻擊的 還有被用自彈炸炸彈顆炸了巴基斯坦 被炸啦 被圍毆 所以都需要這些保鏢公司 那這些保鏢公司 其實就類似傭兵嘛 來保護這些國氣 好重點來了 這些保鏢公司 我跟大家報告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牆 像這個華信中安有八千個保安的 那再來習近平 你手上是八千個人的軍隊 我當然要防著你嘛 所以這個華信公安的 這是中安的老闆叫做英偉紅 很有趣喔 怎麼來的 怎麼出生 沒有人知道 他所有受訪喔 他都說 他是三十八集團軍的一兵出生 然後呢 不知道 他說退伍之後 我就找了幾個弟兄 然後開了保安公司 可以這樣子喔 怎麼余將軍來上政論節目 英偉紅 中國第一大保安公司 你背後是有人在push的嗎 那當然 對不對 而且三十八集團軍很特殊 是林彪那時候的東北野戰軍 六四的時候 三十八集團軍是抗命不去鎮壓的 中國叫萬歲軍 所以這些人都精挑細選 而且你仔細看英偉紅 如果我們導播後製把英偉紅弄上去 那個臉喔 感覺就殺過人啦 喔 你看得出來 你看他滿臉紅肉 然後瘦瘦的 然後很精幹那種 你看得我們到這後製 你一副就殺過人啦 然後受訪的時候 很像一個特務 就是瓦格納的味道 就說我是一個 出生自三十八集團的一等兵 現在創業 黨是我的血脈 黨員是我們的血 細胞 滋養我們的骨幹 你滿臉橫弱講這種話不舒服啊 沒有 沒辦法 你軍人成這樣子 所以習近平現在看瓦格納判變 這些人倒大煤了 他們一定會去盯 是 華信中安 中國華衛保安跟德威保安 所以他們現在要求什麼呢 叫做企業雙手掌制 董事長是董事長喔 要個黨幹部喔 雙手掌制喔 這個他們才安心